大家好,我今天很榮幸地擔當Sexy Conference 2015的演講人 然後我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用Springboot加TimeF建構 算是Web的平台吧,就希望大家聽完這個Session之後都能用Springboot 然後去建構自己的Web系統這樣子 OK,然後我現在任職Here to Sharp Here to Sharp它,我等一下稍微介紹 然後其實我有一個想要做的目標,想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4stack Engineer 因為我本身喜歡前後端,然後本身對Severside也有一些接觸 所以我Java相關開發技術的話,現在比較晚的框架是Spring,Hypernet跟Tinic 還有一些額外的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前端的話我本身玩Webpack跟React.js 然後也會做切板,所以就是CSS跟SaaS也是有相關的接觸 然後就知道現在比較多是做一些電子商務的系統 然後也有一些其他的平台開發經驗 然後我們Here to Sharp的話呢,它其實本身是想要用Big Data的技術 讓我們商家和消費者更加的互惠 然後最想要達成目標是口碑行銷 然後和顛覆傳統的社交平台 你可以想像我們Here to Sharp未來可能會是一個EC的Facebook之類的 就是彼此都會想要share你的購物的經驗 然後藉由購物經驗彼此傳達說你們把好的商品promote出來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有一個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懂電商,因為電商懂你 然後這邊官網有興趣之後可以去看 然後今天agenda,因為我想要有潛入深的方式 慢慢開始跟大家講關於Spring,然後Spring Boot的變化 然後還有關於要怎麼去做一個WebSide的一個整個一個Full Stack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我一開始就先講Spring 然後開始講Spring Boot的優點 然後TyneNift它本身是一個算是Template Engine,專門處理Full Layer的東西 以前都是用ZSP或是Tiles或是Straught去做這一塊 可是我想說TyneNift是比較新的東西 然後我們公司現在也是用這個東西 所以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東西的好處 然後後來開始做Spring Boot的整合 然後還有一個叫Dandelion的東西 Dandelion它是一個做Web的那種Static Resource的Boundary Framework 就是我們可以By-Patch去Serve我們要的Static Resource 然後接下來開始做一些實際的開發經驗分享 那一開始我先跟大家講最淺的就是Spring是什麼 其實Spring它本身有很多的Call Module 然後整合掉了許多的開發商的困擾 比如說Spring Web Spring Web就是我們現在常常用的MVC那塊嘛 Controller和Full Layer這一塊 然後Spring ORM的話就是指說它可以跟HyperNet 或是一些其他ORM Framework做整合 還有Spring AOP 然後我今天會比較多琢磨在Spring AOP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Spring AOP其實大家可能很常講說 Aspec Oriented的Programming 但是實際可能用的時候不多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琢磨在這一塊 然後Spring呢它本身其實是一個很大的Container 它其實就是透過Java Bean的方式啊 去做一些Dependence Injection 透過AutoWire的方式都是 所以它本身Java Bean其實都是Singleton的 它也可以不見得要Singleton 它可以去下一些Attention去做到別的事情 但是它就是透過Singleton的方式 然後去做注入 所以說它就是讓我們不會去寫那麼多額外的 自己寫Singleton的東西 然後IOC這一塊呢就是可以達到Loose Couple 因為其實它本身都是去Implement介面嘛 所以說你以後要抽換你的程式的時候 你只要在Implement介面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的彈性的一個容器 OK 所以Spring其實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裡面裝很多Java Bean 然後TopoDependency 然後去連接了Biz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Pandora盒子 因為我們就是利用它的特性去做Web嘛 所以說我覺得不用去 應該說不是不用去想說它裡面的構造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們可以先利用它 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一塊是Spring的一些module 然後你們看到左上角那一塊 比較偏DataAssess那一塊 然後我現在要講一般 我可能比較常用的一些module 比方說ZTBC,ORA和Transaction ZTBC的話一般可能是你的project而定吧 如果是你的project是比較小的project 可能就直接用Spring和ZTBC去做Assess DB的動作就好了 你不需要透過ORM的方式去做 額外的像schema的maintain 或是拉太多的關聯 因為你的schema可能相當的小 你只是想做個Micro Service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用Spring和ZTBC的module就可以做到了 那如果用Spring和ORM的話 就是比較像我們大型的project 比方說我們的電子商務的project 就會有很多的關聯性 因為我們的像是我們訂單的 整個Orderflow 或是Product 就要拉許多的關聯 那這時候可能就是透過ORM來做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Transaction的話 它本身就是幫我們做一個project 就是把我們ZTBC和這一塊的一些Transaction Handle掉 所以是非常方便 然後Web那一塊呢 其實它就是幫我們做到一個front controller 透過一個dispatch的stufflet 然後就把UIL 再透過request mapping的方式 去dispatch到底下的controller 然後底下中間這一塊 也是一些我們常用的東西 比如說LP 這邊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然後下面的coreContainer 就是Spring最主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Bing的容器嘛 所以說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圖也是在Spring上面往上截的 它其實就是Z2EE的 應該說SpringContainer 假如放到Web來看的話 它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本身做Z2EE應該會習慣 就是會區分成三個Layer嘛 OK,sorry 三個Layer ControllerLayer SpringLayer 跟DAL 還有Model 那三位那一塊 FoneController 就是指說我們的Controller那一塊 然後MultipowerResolver 可能就是Titelift 它是指做我們的FieldTemplate Engine 所以說它可能會去做一些RenderField動作 然後Dynamic Binding to DelmyModel 我覺得這Spring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透過叫它Bing 去接一些參數進來 它會自動做一些Binding 我覺得這Spring很好的地方 然後它也可以Integration一些像ZSP 用Felocity的東西一些Template的Engine 然後中間這一塊其實像SendingMail 或是一些DomainLogic 看一下RemoteAssets 這塊我是把它畫成ServiceLayer 就是想說 因為SendingMail可能是一個MailService 然後RemoteAssets我們可能有一些像金流的服務啊 我們要串ServParty的一些Client 這可能就是RemoteAssets 然後我們一些自己的BusinessLogic的話 就會寫在CustomDomainLogic 所以我想把這一塊歸成ServiceLayer 然後最下層那層Layer就是所謂的我們的ModelLayer 可能我們的OIA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很多的Model去Maintain我們的Schema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各位可能也是蠻有經驗的開發者 所以可能有玩過Spring 2.5或Spring 3 那時候你都必須每次開發之前 你都要寫這個很可怕的東西叫Application Contest 因為它其實寫起來非常的麻煩 你就是要去找說 哇那些Class Package是什麼 然後它底下有什麼Parameters 我可以做Override 然後我要怎麼去跟其他的東西做Integration 我每次都必須找這些東西 這就是Spring我覺得當初雖然Spring很好很powerful 但是每次搞到這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沒搞個兩三天是搞不出來的 所以說不知道有沒有看冰淤火 我是覺得Spring is coming Wow so terrible 對啊 然後自從但是有Spring Boot之後啊 我覺得啊 就是開始不用再寫在Application Contest這個東西 因為它只要透過簡單的Unnotation 然後還有一些程式的Configuration 就可以做到關於我們的Spring的一些那個 Opplication Contest寫的那些東西 比方說你現在看到 那邊左上角有Unnotation 像Enable Auto Configuration 還有Enable Redis Climb 然後Enable Async 然後我只要簡單透過這三行 可能我的Spring 我的Web Service就架起來了 就是這麼單純 然後接下來我要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子 Spring Boot的好處 其實它就是透過Auto Configuration 可以達成一些基本的設定 然後它可以透過程式 再去Override掉它Default的設定 然後你只要Extend對應的Adapter 其實它每一個像你剛剛Enable的 比方說Redis 或是Web MVC 它都有對應的Adapter 你只要去把它Override掉就好了 或是你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Beam 因為其實Spring就是加發Beam 然後透過Dependence Injection 去做Override的動作 所以說你可以去Create自己的Beam 然後再做注入就好了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是指說 它可以透過Application Property Application Property它其實是Spring的一個 它現在都是去讀一個Property File 然後它其實Default就很多的Property 然後你可以去Override這些Property 達到不同環境的部署 然後而且我覺得它非常適用於Micro Service 因為它現在相對於以前來講 它其實開發很方便 你只要透過Enrotation 簡單你可以搭建一個Web Service 然後你可以去想要做你額外應用 比方說你可能就是要assessDB 那你就用ZDBC去簡單的assess 或是你只要wrapSolar 去寫一個Solar的Service 這也是都很簡單去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可以透過程式設定一切 不要再用XL去設定 因為maintainXL其實是很費工的事情 因為它也不能trace 可是如果你用程式的話 你可以去code hierarchy 你就可以看到code 你可以看到Spring寫的code 你也可以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override這些東西 那什麼是autoconfiguration呢 其實SpringBoot 其實它本身那些autoconfiguration 都是一些class 你可以用code hierarchy的方式去trace 所以說你會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override它 你就去把它override掉 然後比方說 enable translation management 這一行我就可以開啟translation的processing 然後radis HTTP session 我就可以去做 把Spring data的radis就整起來了 所以都很方便 那如果要override的話 我等一下會講說怎麼去override 比方說 這邊是一個autoconfiguration的一個實際的例子 然後這邊指的就是我透過bin的方式 去initialize radis connection跟template 這邊我 你看到那邊上面第一個bin 就是指說我用 我用這個bin 然後我要把它override掉去它的pole 然後它hostname跟password 所以我這邊會簡單的去讀我們的configuration 然後把它讀出來initialize成一個bin 然後它就會自動透過dependence injection的方式 去把它原本的設定override掉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看我說 我要採取什麼樣的serializer去做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就是用JDK的方式去做serializer 那還有另外一種override的方法就是指說 它有一些像是你看那邊有一個webmvcconfigural adapter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內建的adapter 像可能是你要整sprint security 那就sprint security adapter 然後它本身它其實就是一個abstract class 所以說它會很多的介面要你去implement 你只要把這些介面implement起來 相對於其實你的configuration就設定完成了 所以其實這是很單純又簡單的 不用再去找那麼多文件去做那些額外的工去寫XNL 那application property剛剛有提到 application property其實sprint boot它default就有一個property file 然後你可以那邊我放連結到時候可以去投影片上面看 它本身的property就很多 然後它各個module都有default的property 只是看你要不要把它enable起來而已 然後它是可以override的 所以它default我們sprint boot project 會有一個叫application property 我們會先把它override 藉由application property把它一些default的property override掉 但是我們有時候deploy也會有不同的environment嘛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有production environment develop environment或是staging的 那我們可以藉由再一層的application property把它override掉 那至於要怎麼把它deploy成JAR呢 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一行耶 因為其實它最後包出來看你要包成JAR或是WAR 但是我們目前公司是都把它包成JAR 所以說一行就是Java然後-JAR 然後就直接指定說你要用哪一個property file 這樣你最後就完成了deploy 所以其實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很適合做micro service 那至於什麼是timeleaf呢 timeleaf它其實是一個Java-based temporary engine 然後它其實能夠處理不只HTNL 然後它可以處理XL跟Java-Square CSS render 或是存文字 而且它不限定一定要在web的context下才能使用 甚至在南web的環境下也可以使用 至於什麼時候會南web的環境呢 比方說你可能有一個email的service 那它可以去email service可能就是我簡單要去render 可能是HTNL的email嘛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可以 但是我沒有web的context 我要怎麼去render呢 我一樣可以透過timeleaf去做render 然後它可以跟Spring MVC做很好的整合 因為其實我們Spring部 它現在有很多的那種Maven Project 它本身就已經有一些把default設定都做好了 所以說其實等一下會介紹它 像胖檔大概兩行就結束了 然後它有一個它現在它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那種類似Tag Library 它把一些像Standard的JSTL或Spring的一些Dialect都整合得比更好 然後甚至比JSTL原本的能力更強大 然後它也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Dialect 它是可以做extend的 所以說比方說我們在Tag上啊 我們要額外加一些語法 那也都是做得到的 你只要去extend它 或是override掉它原本的一些code 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成一樣的事情 然後它也取代掉Tiles加JSP以前的那種舊方式 因為我覺得它每片Layout的方式比以前的Tiles更好 然後它很大的優點是它可以去RenderHTN5的東西 那至於Spring Boot要怎麼整個Time-Lift 它其實就是直接在Pound檔裡面加了兩行的Dependence而已 Spring Boot它就一個Start of Wave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Start of Time-Lift 然後它就直接全部都Configuration好了 所以你不用再去做外來設定 只是這樣的話它會有一個default的路徑 它default的路徑是在下面那個Temperate底下 所以說如果你要自己去override掉這個路徑的話 你就是可以自己再加一個Time-Lift的Fuel Resolver的Beat 或Temperate Engine的Beat 然後把它指定下你自己要的路徑就可以了 那Time-Lift的Layout 因為我覺得Layout其實是我們開發Web最重要的一塊 因為你有時候可能Maintain Layout 你就覺得很困擾 比方說我不同的界 我同一個畫面 但是我有時候可能要五個Layout、六個Layout 因為是Admin的Layout 然後可能是廠商的Layout 都不一樣 那Layout它本身是也可以巢狀的結構 這是一個Time-Lift 我覺得它還不錯的優點 然後它可以include或是repress到進去某個tag 然後它好處是可以在一個HTNL的File裡面 maintain很多個Fragment 所以說你可以到時候用一個HTNL裡面 然後你可以藉由include的方式去include說 我只要在HTNL裡面哪一個Fragment就好了 然後比方說這是我們一個後台的Layout 很單純 其實你看到上面其實是一個Header 然後左邊是一個Slidebar 然後上面一個Navigation 然後還有Content和Footer 那這樣的Layout 有時候可能會因為你的廠商 或是因為你是一個系統的後台 不同的使用者進來 你要看到不同的RAW 或是不同的Slidebar 那我要怎麼去簡單的做處理呢 因為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可能會只會有一個Bass的Layout 所以你看到BassLayout 可能就是我Header 然後冒號冒號就是 就是說 我要讀Header這個HTNLFile裡面哪一個Fragment 所以說我的HeaderFile裡面 可能會有不同RAW的Fragment 那我就是只要把我的RAW指定出來 我就可以RAW拿一個Layout了嘛 所以很單純 至於Content呢 我一樣就把它置換掉就好了 所以很簡單 那它本身有一個Standard Dialect 這些可能是比ZSTL強大多的地方 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你看 我們ZSTL可能它沒有辦法 直接去AccessContentsObject 或是一些HTTP Session的Value 或是Request 可是TynLF它本身都幫我們RAW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在 我們在RenderField那個時候呢 直接去Access到這些東西 我們不見得要在Controller寫而外的Code 去把這些東西丟出來 然後它有一些Expression的UtilityObject 我們可以在前台就是RenderField的時候 再做一些時間的轉型 或是一些 那個陣列的一些處理 我覺得它有一些蠻不錯的Tools 是可以讓我們在開發上更容易一點 然後Standard Dialect 它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回圈嘛 因為我們寫的東西一定要 任何使用都需要用到Iteration的東西 然後它本身它Iteration其實很簡單 感覺在看下面它有一個叫THH這個東西 然後它其實它會把 我現在要Iteration哪一個Variable 放在後面 冒號後面 就是一個Products 然後我現在Iteration它 我Iteration第一個參數就是指說 我會當前的這個Product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Iterator的State 然後IteratorState它其實很方便 你可以看到上面它這些 Index,Count,Size 這些東西都是IterateState 它本身會帶出來的一些屬性 所以說我能夠直接用這些簡單的屬性 去做到我要Iterate的效果 我覺得這也是Type 相對比ZSTL簡單一點的地方 其實還不止 我只是稍微提到一些部分 有興趣可以去看它的Document 然後Spring它其實有一些Standard 比方說Spring的Phone 我們常常可能做表單很麻煩 那我們都會用Spring Phone 去做一些額外的Error Handling 那它本身會Support Spring Phone的Error Handling 當我們的Spring 有整個Security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Enable CSRF嘛 那它可以透過TH Action這個東西 一樣它就等於是Spring Phone 所以說它會把CSRF的東西 加在我們的Phone表單最下面 然後我們Validation這一塊 我們有分Global Error Field Error跟All Error 那它也是支持這些去做 Phone的一些錯誤的一些驗證 然後這些Render方式 我就不太講太明白 然後可是 那我們一般後端 那我們要怎麼做Validation呢 其實Spring它一個叫Validator的Interface 一般我們都是直接去做Validate這一個Object 然後這Object 我們會去把它RejectValue出來 然後這RejectValue 必須對應到它本身那個JavaMod DTO 它可能是一個DTO 或是一個Model都有可能 然後對應到它的Attribute 那這時候這就是一個FieldError 那至於說 Global Error 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外的處理 那接下來講什麼是Dandelion Dandelion 它就是一個Bundle Static Resources Java Framework 它是可以槽狀的Bundle 就是比方說 我可能有很多個Dependency 那我可能是JQuery 我要Dependency 應該說 我有一個JQuery的Module 我Dependency 那它就可以槽狀Bundle起來 然後為什麼要用Bundleing的Framework呢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減少Request 我們不可能說 把我們所有的JavaScript 跟CSS都放到每一頁上面 其實這樣是一個很蠢的事情 所以說 我們必須根據不同的頁面 去Surf不同的Bundle 然後達成只要有必要的CSS 甚至要管理Dependency 因為有時候管理JavaScript 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你有時候 到最後你都不知道 你的JavaScript的Dependency 到底是什麼樣子 可是透過Bundle的方式 你就會很容易去Maintain 然後 它其實是一個Json的定義方式 我等一下再講它的Json結構 然後它很好 它還有擁有Debugger 它可以在你當前的頁面 透過Debugger 去看你的現在Bundle Dependency Graph 或是可以用 看你現在有沒有Hit到Catch 或是有一些Alert Message之類的 那它Bundle Sample 我再講解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Json的結構 然後你看左邊這一塊 左邊這一塊 它其實Bundle 我先講一下它的Key 它的Key 然後會對那個Name 然後這Name是不能重複的 然後Dependency就是講說 我這個Bundle底下 Dependency到哪一些的Bundle 然後Asset Asset就是講說 我這個Bundle 當前我到底 有哪一些的 這個Bundle底下 到底有哪一些Static Resource 然後 每個Asset它有分 Name Type跟Location 然後Name一樣 就是不能重複的 然後Type它本身就是 CSS跟CS 然後Location 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你可以自己去拓展 你自己的Location Key 可是你要去寫一些程式 就是去 Expand它的一些Class 然後比方說我們公司是H2Shop 我們自己的H2S Key 然後可能 當前我可能就是把 我們自己會去做一些額外的處理 可能去用CDN上面的CSS 或什麼樣的 所以你可以去寫自己的Key 你去 達到說你自己這個Static Resource File 要怎麼去Access 可能是Project內的嘛 可能是CDN 可能是Remote的 都有可能 所以說你可以自己去寫你的Key出來 然後FrontUserV1呢 很簡單 你看到左邊 右邊那塊 Dependency就是FrontBaseV1 所以說這樣的話 我到時候我的畫面出來的時候 我就是我會 照著這個順序露出來 比方說我剛剛 左邊那邊有Dependency 所以我就會照著 FrontUserV1 然後JQuery ExpressBase 照我的列順序 把它Dependency列 露出來 那至於我要走在我的Controller 用TimeLeaf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它有一個叫 ExitRequestContest 這東西 我只要簡單的把這個Bundle 加到我這一次的 加到這一次的Model裡面的話 它這一次 吐出去的畫面 就會自動把這些東西都露出來 當然它不只這麼簡單的功能 它也可以在你的Page裡面 額外去 Escrew掉一些Bundle 或Escrew掉一些 那個Static Resource 這些都是做得到的 OK 然後這個是Dandelion Dandelion 它本身一個Debug 你可以在 你的那個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它有 Current Assets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有 一個Bundle Graph 這是我覺得它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有時候你Debug 你可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它有透過Live Debug 你可以簡單的去做一個Debug 那後來接下來 我開始講一些 開發經驗的分享 然後我主要想要跟大家 share 可能比較偏是 跟一些Authentication 跟Authorization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Project的一些 簡單的一些Architecture 那這個不見得是 我們公司目前的狀況 這個是一個Project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會想要把 當我們建Web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 很多的Web Project 比方說我們前台會是一個Project Admin是一個Project CNS是一個Project 那實際為什麼要這樣拆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說 你不同的Web Project 你可能會有不同的Authentication 跟Authorization的方式 要實做 然後不見得一定要把它 砸在同一個Project裡面 我覺得這樣到時候 maintain會有困擾 而且說你可能不同的人 只要負責不同的部分 會比較容易切分出來 所以我習慣把它切成不同的Web Project 然後它會 Depends on底下的Core Project 然後Core Project可能是 比較共用的一些Library 比方說我最下層會是一個Library 就是我們共用到的一些 胖檔的元件啊 然後它上面那一層就是疊最底層的 像是Model 或是Utility Constant Config跟DTO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想說 如果這樣去 用透過Dependency的方式 可以去規範我們一些寫Core的邏輯 比方說我們Model 我們就不會去用到Service的東西 因為它 就是Reference不到嘛 它是Import不到那個Package 所以我覺得寫程式 除了在你自己要有一些控管以外 你在Project上面可以直接做一些 實際的Limitation 達到說你的Code 未來是好Maintain的 而且你的Documentation也會比較完整 未來假如新人加入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至於我現在要講的是 屬於Controller的一個架構 因為我們一般一定先經過一個 Authentication Interceptor 然後再經過一個Authentication Interceptor 然後再造Controller 因為假如Authentication不合法 我就把它踢出去了嘛 然後全線不合法我照踢 然後Controller一樣就是要做 Parent Ferritation跟Font Ferritation 其實這些都很關鍵 因為其實我們是做電子商務的嘛 所以我們不容許任何的一些錯誤發生 那至於Authentication Interceptor 有Token-based的Authentication 或是Cookie-based 那我們是採用Cookie-based 所以每次Request去檢查 Cookie到底合不合法 那Authorization實際要怎麼做呢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 沒有去整Sprint Security 所以我們沒有用User Service 那一個Token去做 我們是自己去做一個LOP的annotation 然後在Controller的Class或是Matter上 去檢查不同 壓不同的annotation 去達到檢查不同角色和權限 那Controller要怎麼做呢 因為Controller它本身 它是有一個Support CS303嘛 它本身可以用Beam的Falitation去做 但是你這樣的話 你就一定要用Beam去接 可是有時候你的Request Parameter 其實很少 你不見得 一定要去刻一個Beam出來 去接這些東西 這是非常麻煩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簡單的東西 去檢查Request Parameter 那先講一下Authentication Flow 其實Authentication Flow也很簡單 就是透過Login Page 去進行Login 然後再把Cookie小Response 那Cookie可能 可能要有一些像是Time Stamp 或SolKey 保證說比較不容易被找到Pattern 然後Time Stamp 主要就是檢查過期與否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設定一個Interceptor 去攔截說你可能底下的路徑 就是要全線 比方說我斜線Member 底下就是一定要Login之類的 那Cookie內的Time Stamp 就是檢查合法或不合法 然後不合法就是提回Login Page OK 那Authentication Interceptor其實相對容易 因為你就是去extend一個叫做Handler的InterceptorAdapter 然後它其實它有所謂的Pre-Handle 跟Post-Handle 那何謂Pre-Handle Pre-Handle其實就是指說 你的一個Request進來的時候 你一進來 你可能就經過這個Interceptor 經過它完之後才會到Controller 這是Pre-Handle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在Pre-Handle這邊 你就Handle你自己的Authentication的邏輯 假假的不合法的話 就把它導到它想 你覺得它該去的地方 那Authentication 難道你這邊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做 去整Sprint Security還是怎麼做 然後難道在Controller個別加程式判斷嗎 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我這邊想要跟大家講說 你可以其實透過AOP的方式 去做一個檢查權限的方式 OK 那什麼是AOP 我稍微提一下 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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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很大的Container 然後它透過Dynamic Policy Pattern 去知道說 當前 我哪些Class是要經過這個Point Card 它會訂很多個Point Card 但是實際當前我不會知道說 經過這個Point Card 是什麼Class 所以我就需要 透過Reflection的方式 去得到一些 當前Class的一些資訊 然後才能做到代理的方式 那 我假如現在有三個 Join Card 那個三個Cart 然後我現在有可能 Login Card 然後Authentication 然後Authentication 然後同時有三個Service要過 那 可是它們都同時要過同樣的東西 那 我不可能在每一個Service裡面 去implement這些邏輯 因為這樣你的邏輯會 落在每一個程式裡面 其實這樣不太好 所以說這時候 用AOP的方式去做處理 這是一個比較 現在比較 General的一些Solution 那Authentication 要怎麼去做呢 比方說 我可能就建一個 Annotati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 Annotation的東西 你可以去建一個Annotation 它是本身你要達到AOP的效果 所以說你在左上角可以加一個 Aspect 這個Annotation 然後它本身就會變成是一個 AOP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再透過Around的方式去指定說 你這個Cart 你要Cart哪些Controller 你要Cart哪些東西 比方說我現在就是要Cart Web底下的Package 底下所有的Controller 我都要達到 我要檢查我的Haslaw這個Annotation 所以說你底下很簡單就是implement 你要怎麼去檢查你的Haslaw的邏輯 所以說 你不見得一定要透過現有的框架 比方說Sprint Security 你是可以自己去實作你想要的AOP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OK 那實際怎麼用 其實它只是在你的Controller壓上Haslaw 然後你的Raw跟Shop Permission 這樣你就完成檢查Raw的一個方式 其實降寫扣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你的邏輯會落在每個Controller裡面 其實會 未來你要改 你的ShopRaw的那個檢查方式一改 你可能整個Code 你可能就要大改一次了 這是有可能的 那關於RequestParameter的Falidation 要怎麼去做呢 那其實你也可以透過簡單的AOP方式去做 OK 這邊你也一樣定義一個Param的ParamFali的Annotation 然後你可能透過MaxLens 我這邊是只檢查長度跟RegularExpression 所以說你可以透過長度的檢查和RegularExpression的檢查 達到說 我這個Parameter到底合不合法 而且這個不僅適用於Controller 應該說你可以適用於任何的Messor裡面 都可以去做到檢查Parameter的效果 所以說一樣 然後這邊跟剛剛比較不同的是 我這邊是用Point Cut 不是直接把Cut寫在Around裡面 你一樣可以用Point Cut的方式定義很多的Cut 然後再把他的Cut的 要Cut的那個Interface切出來 然後底層一樣就是去implement裡面的那個Cut的邏輯 所以說其實也是很容易去檢查說 你要的一些效果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偏General的東西 我建議還是用AOP的方式去解 然後一樣你可以 像這邊可能去檢查我每個Messor裡面 有ParamFali的Parameter 那我這邊就是一樣就是定它的長度是12 那RegularExpression是什麼 它之後就會去檢查了 那OK 那還有一個查家常常問到的問題 可能是表單被重送然後怎麼辦 其實這也是很單純 因為其實有三種簡單的防範的方法 一般我們可能在前端啊 User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我們把按鈕Disable掉 這可能是比較前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那還有一個叫PRG的Pattern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一般我們Post完 應該都是要Redirectous GetPage 這樣的話 按上一頁的時候 才不會是重新Post的資料 那最重要還是要講說 後端要擋嘛 那至於要怎麼擋 後端檔的話 這邊我是去找一個圖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第一次User按Summit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Servidite handleRequest 然後這時候可能我就把Session裡面加入一個值 然後呢 第二次Request進來 因為我還在HandleRequest 所以說我會知道它是Invalued 那我就把它踢掉 因為我現在Session的Key還在嘛 所以我當然認為它是不合法的 我就把它踢出去 那這樣就完成我要做的事情了嘛 我就是要防止Font是Duplicate Submission 所以說這邊一樣也是透過AOP去做 其實什麼東西我覺得都可以透過AOP去做 所以這邊其實你一樣就是透過 你把你的一進來 你把你所有的Request人壓上 這個Prevent Duplicate Submission Annotation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去把它一進來當前的時候 我把它的Key 我把一個 我把它Session裡面加入一個HashKey 然後再加上MessorName 甚至還要再壓TimeStamp 然後這樣我就能檢查說 當前進去的Request 然後下一次進來Request 會不會重複到 因為Key還在 可能就是非法的嘛 那至於為什麼要壓TimeStamp 因為你可能有時候會有Runtime Exception 你可能永遠清不掉你的Key 所以說你可能還是要限制說你的時間可能過了多少之後 你還是要把這個Key清掉 不然的話它可能一輩子都不用Request了 那這邊其實我們是用Redis 當作是我們的Session的一個Repository 所以其實這邊有踩到一個小小的雷是說 其實Redis它本身 跟它要Session的時候 它都是 好像是要到Catch吧 它不是 它是ByRequest的把Session讀出來 所以說必須自己去寫一些 立即要Session的值的一些動作 比方說GetImmediately 去要Session和寫Session 這樣才能達成這個效果 不然的話 其實你的Session的值都是不變的 這是小小的雷啊 那還有一個是CSIF的部分 CSIF主要是怕我們的表單 因為可能 我們做電子商務 可能我們會有那種訂單的表單 然後怕被外站重送 所以一樣就透過Spring Security 加上CSF Token 然後可能就可以在每一次表單 就不會在外站被引用 因為 每次它是BySession去加上它的CSF Token 所以說這次的Token 能夠保證說 外部的人 外站的人 它一定不知道嘛 所以它沒辦法去 幫我們Post的表單 假表單出去 那後來要講一下 關於是我們Service的一個架構的部分 因為我們Service 我們後來 我們現在開始做Reflector 因為其實我們的Project一開始是很亂的 那我們現在想要再做的可能 Reflector可能更有層次一點 像我們底層一樣 是Model Layer跟DL Layer 然後後來 我們原本只有Service Layer 沒有Manager Layer 後來想到Manager Layer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 要把Service Layer的Business Logic切得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做Unitest其實非常的麻煩 想要做到更簡單去做Unitest 然後 而且要把DTO這個東西切出來 不要把Model直接往上丟 然後之後會提到 OK 那為什麼要有Manager Layer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Manager Layer它主要是要 我覺得Manager Layer它要Control的是 資料的一些變換 因為你可能Service跟Service之間 每一次它可能資料會變換 然後你還有不同的Service要走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組合 比方說我的Order Flow 我不同的Payment方式 可能要走不同的虛門 然後要走不同的 底下會有很多個組合 所以說我想要在Manager Layer 去Control一些資料的邏輯 然後不要把資料邏輯的判斷 落在Service Layer 不然你的Business Logic會越來越亂 這邊是屬於一篇 算是Maintain Core的一些方法 對啊 然後就保存Service Layer的一些 單純Business Layer 所以到時候做UniTest的時候 確保你的Service Layer 其實就是很單純 就是一些資料簡單的update 這樣是比較容易做UT 對 那為什麼要用DTO 不要用Model 因為我們是想說 我們當初用Model 因為我不確定大家 有沒有試著把Model 直接往Fill丟 或是直接把它丟到 RedisCatch裡面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 轉成Json 因為裡面可能 拉了很多的關聯之類的 所以它可能會 有時候會因為ZAT的關係 它會一直去拉 一直去拉 一直去拉它的關聯出來 所以可能有時候 會到一些Recursive的效果 會撈不完 所以說 比較希望還是要 透過DTO這一層 去把資料切開來 確保說 這一次的資料 是已經detached掉的 它就是很pure的一個Java object 我們只是把資料塞進去 然後這樣的話 就能夠比較容易的去做 Json Serialize 然後才能丟進RedisCatch 這樣的話 因為本身如果你是用 JDK Serialize的話 你的資料是看不到的 我們是希望說 丟進Redis的資料 是看得到的 而且說 Json的Deserialize 跟Serialize都比 JDK本身的來得快 所以說是希望這樣去做它 然後為什麼要避免 在Fuel layer還要持續 用HyperNet的關聯 拉資料呢? 雖然這樣寫起來是很爽 因為就是一層而已 model直接丟到Fuel 但它其實會造成一些反效果 因為 如果你把你的model 直接丟到Fuel的話 它其實 再透過關聯拉資料 它其實就是開DB session 所以你會延長你DB的assets的時間嘛 這樣如果你未來你的connection多的時候 該怎麼辦 一定會掛嘛 所以說 建議一定要在 Surface layer跟Manager layer的時候 把資料prepare好 這樣的話 你才不會把你的DB的時間 延長到RenderFuel那一塊 那樣的話太長了 那還有 為什麼要DTO呢? 因為可能未來 你可能是要 把你的後端的code 你不見得還是用Java 去做Render嘛 你可能要用 走API的方式 所以說 DTO會比較容易 你可以去做到Json的一些轉換 然後你也可以去做一些Json的API出來 OK 那現在要講一下 我們現在公司可能會遇到一些開發瓶頸 因為其實 剛剛聽起來 我們全部都是Java framework嘛 Java一套到底 所以說 我們真實的必須一定是Java background 包含我們的前端到後端都是Java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困擾 因為 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 前端的人才 不太玩Java 對啊 所以其實都找不到 人來套版之類的 因為其實EC的版很多 然後前後端拆不開 對 然後每次換Static resource 都必須要整包Springboots一起打包 因為其實我們的Public 那個Static resource 都放在Springboot裡面了 現在變得換版很麻煩 因為我們都是 Maybe就是小小要換一個CSS file 或是一些JavaScript寫錯了 那我可能就要整包打一次 而且要換很多的instance 因為我們 對啊很麻煩 然後JavaScript沒有一個framework去maintain 所以說我們想要 未來比較想要導入前端的開發流程 可能還是會想辦法把前後端拆開來 可能就用webpack跟react.js 當作是一個前端的一個tool 然後把 所以說這樣的話 就不一定要局限JavaDeveloper 但是這樣會衍生出一些問題 就是說 那這樣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做到前台的SEO呢 因為其實react它是 走Client的Render 所以說看能不能去採ServerRender 可是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什麼solution 現在是只有看到一個 叫JDKPAR 一個Nation的JavaScript Engine 好像可以在Server直接做Rendering的部分 這個還是要去嘗試 或是 底下 有人等一下可以跟我share一下也是不錯 對 然後一個 就是我們每次 因為我們是 不同的web service 像admin project 跟還有我們的front project 其實它底下都是有一個 core project 所以每次core換版 應該說我們現在是用JAR包 所以我們的core其實包在JAR裡面 所以變成我們core一換版 我們每個web service都要換版 因為我們沒有用web container 我們都是直接用JAR去做deploy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要 用WAR來deploy到那個concat裡面 然後把core抽成share library這個東西 這樣我們以後只要抽換share library 就可以直接做hard deploy的動作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就是 未使用DTO嘛 所以說都使用model 到底你的model是四散各地 layer沒有拆開來 一旦你的界面沒有拆開來的時候 你的core就會非常的亂 所以說 我非常建議 一定要把DTO這個interface做出來 不管它有多搞綱 對 然後 所以這邊要怎麼做 就只能做refactor OK 那我今天大家就講到這裡 今天講的都很淺 然後但是主要是希望說 大家懂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部分 和Springboot 那tinyif 可是我覺得講這些東西 應該大家就可以去做一個 你們自己的一個web 因為其實該講的 我覺得基本的都講了 對 那謝謝大家的聆聽 然後我們明天有一些devops的share 是在2.15到3.05 是在交易題那邊 謝謝 謝謝 有問題要問嗎 OK hybernate 它其實它的status裡面 它本身就提供那個detach的方法 不好意思 我聽不太清楚 就是hybernate 它本身它有提供detach的方法 那你只要執行detach之後 它其實它跟你的session 沒有關聯性 它就直接變成DTO了 為什麼 你們沒有採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 你們要另外去刻一個 另外的DTO的object 去做這樣的處理 了解 因為 我 我們那邊可能 detach方式可能沒有做得那麼完整 因為我不確定 如果detach之後 它還會不會去啟動這類的 都完全不會了嗎 OK 可是 我們是想說可能未來 因為我們的fuel 要用的data 可能很多個model 如果很多model 同時去做DT 想說還是把資料層切開來 就是prepate好資料 一次丟到往外丟 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容易去 因為 寫service的人 可能是另外一塊人 寫control就是另外一塊人 就不希望它要懂到model那一塊 未來是想要這樣子 把前後段拆得更細一點 基本上如果你把它detach完 你就一開始你要的資料 你先透過gap 就是還在tach裡面的狀況下 你去取得那些相關的relation的物件 都取得完 以後你detach它之後 它就保持當 它當時的一個狀態 也許你可以考慮說 不用另外切一個DTO出去 你要的在model端丟 那一端處理完之後 你要的所有的資料 全部拉到 然後你把它detach之後 直接丟上去 也許你就可以避免掉 你要deplicate你的那個DTO的這一塊 了解 謝謝你的建議 謝謝 那還有人有其他的問題嗎 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你有建議很多有關資料驗證 還有一些格式驗證方法 可以用Supreme的AOP來進行 那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之前我們用Supreme AOP的時候 有做成一些performance的一些issue 那會公司在使用這方面 AOP的情況之下 對於大量Controller進行驗證 那有遇到類似這種 AOP造成的一些performanceissue的問題嗎 performanceissue嗎 對 現在是還沒有遇到 performanceissue 因為其實 那邊其實我覺得就是簡單的 資料驗證 然後就直接把它排除掉 我覺得應該 就是因為你本身寫會有那個filter 因為它本身Supreme有會有intercept chain 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intercept chain的感覺 應該 除非你那邊在撈資料 撈的資料太過頻繁 才會造成可能是performanceissue問題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遇到的經驗是說 它是很單純的資料驗證 它沒有跟任何就是 資料上的一些掛鉤啦 只是後來我們單純驗證 用AOP跟廢AOP 它 像那時候我們Concurrent高達 就是每秒6000多人的情況之下 然後 有出現 大概有10倍以上的差別 10倍以上的差別 對對對 那是我們那時候看到一些狀況 了解 所以我想說你們這邊有遇到類似的這種情形嗎 現在還沒有遇到類似的情況 OKOK 好 謝謝 謝謝